无论上升还是太阳相遇座的朋友 农历百月伴随着初一的传绿座生月 你们的自身运势会如何呢? 提提你们不要自己去initiate 即是不要自己去提出 去闯一片新天地去搞一些东西出来 那是搞些什么呢? 任何你们一直很有野心 可能想去升职啊 想去得到一些权力啊 或者想去达成你们人生的一些愿望啊 去搞一些人生的大project啊 或者去做一些创作啊 可能去写个编剧啊 然后去投稿啊 或者去一些你一直梦寐以求 又很想又很难去到的地方 任何这些东西呢 就不要自己无端端去提出去做出来 那即使这个机会真是摆到来啦 摆到口面前啦 那你问一下 其实可不可以辞呢? 就是我当老闆升职 那你问可不可以辞少少升职呢? 就是你不随便吹一些食口出来咯 我可能跟他们说 哎呦我现在手头还有个project啊 可不可以先搞好啊 这样啦 OK 真是劝你们呢 韜光阳晦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敌人呢 其实现在是全部对你苦恃丹丹的 但是 我当如果真是不能够啦 因为 即我当老闆叫你升职 难道你真的可以拖到吗? OK 那真是没办法之后 那你唯有去take这个offer 但是呢 你就预计了 emmm take了这个责任之后呢 那个压力是会大的 而且是会比较辛苦的 那不过是否真的那么惨呢? 其实都不是的 其实最后是会有成果的 那但是因为 我好了解你们相遇了 是一些很懒的动物来的嘛 是啦 所以 不喜欢捱的嘛 所以我才教你们 练阵学懒 就是 如果是可以拖 迟少少少的话呢 那就 可以确保到你们 你们不会那么辛苦咯 那拖到几次呢? 其实都真的几次的 就是西力的11月13日 我待会以后一直讲的东西 全部都是西力的 如果我会讲一些日子的话 对啦 为什么西力11月13日呢? 因为那时候是火星 由 逆行 变造信行 那 其实 这个影响对你们相遇真的挺大的 因为 火星是 在 八阳 八阳座 有这个新月 即是今次这个农历八月 处理了新月 他在八阳座 正在逆行 然后 就算一直到11月13日 他都仍在八阳座 只不过是变为信行 那 其实 那个力量是真的很强 尤其是 因为八阳座是你们的义工 在我们古典占星呢 我们叫他一个succedent house 所以那个影响真的很强 所以 有得拖的话 真的拖过了11月13日 才去搞这些大动作 第二个星象要带给你们的信息就是 麻烦这个农历八月千万不要去做一些中间人 做一些跑腿 信差 这些这样的事物 因为他会是很烦的 会是搞到你惹祸上身的 虽然不是为一些很大的禍 但是也会烦你 另外 第三 就是 如果 在这个农历八月 有一些很close的relationship 是的 大家之间 如果是要去form一些很感密的关系 那这件事就可以做的 因为你们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叫一个亲密伴侣的混 那你是可以找他做一个很好的靠山 就是总之他会很多东西是帮得到你的 所以你是可以信任得过这个亲密伴侣 尤其是一些很one on one的relationship 那所以如果我当有人对你们求婚的话 那你们是可以say yes的 but again 我一开波都说了 所以我就说了 不要自己搞 所以别人向你求婚 别人是主力是客 你可以说yes 但是拜托龙历八月 就不要向别人求婚 因为这个不是叫做你自己self initiate 你自己去作出的这些大举动 那就真的千万不要 如果不是会好事多磨的 即是中间会辛苦 会有压力的 虽然最后都是会成事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搞 就刚刚说了那个吉日 就是先过了11月13日 那同样 如果要去签一些很重要的合约 或者去搞一些business joint venture 就是一些合资 一些合作的商业关系 如果别人邀请你 OK的 但是千万不要自己搞 自己搞的话 先过了11月13日 那最后 第四个给你们的一个讯息 就是 因为你们接下来的 cash flow 就控制得好一点 因为你们接下来的日常的钱财运 就非常之烦恼的 一直烦到到年底了 不过 你这样听就可能觉得 哎呀糟了 接下来的一路破财 是不是呢? 其实不一定的 可能是不断有进帐收入 而令到你们很烦恼 所以 就是所谓这个 cash flow 不是一定说要叫你开完截留 但是你都小心 不要一次过给太多钱 涌到来 令到你们很头恨 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说好像很烦恨 是不是? 嘩!好像嫌钱多嫌钱的声音 不是的 例如我当 因为太多钱涌进来 其实你们要去 常常去保持着那些 record 那这些东西就会很烦恼 又或者我当 可能你们会常常用一些 payment的app 然后太多钱涌进来 又会过了那个 limit 之后又要收手续费 就是这些事情 其实都会烦恼你们 所以这些方面都要注意一下 好了